歡迎回到下午的要財財英台直播時間 來到發達廣場的一刻 先和今天的嘉賓介紹一下 來自要財政圈研究部的高級分析員 阮梓喜先生Harrie Harrie 你好 你好 先跟進大市方面走勢 看到今天升151點 做22,646點 大市成交方面290億 國企指數升88點 做11,389點 其指方面升144點 做22,653點 高水3點 成交方面繼續是38,000多張 先問Harrie 怎樣看今天的港股 看到外圍方面做得不錯 今天來說都有高開 這個局勢會否持續 我們看到港股這幾周 都是細水長流式破頂 看到指數去到22,649點 投資者都在問 究竟什麼時候會有見頂的情況 我的看法都會維持我今早的看法 以22,888點作為一個初步的目標價 現階段來說 看到今天的港股都有不錯的聲勢 看到本身財政懸崖的問題 也有一點點憧憬 令到本身三大指數也有表現良好的情況出現 帶動港股今天有百多點的聲勢 看到盤中看到A股今天也有微跌的趨勢 令港股曾經會受壓 但是見到港股現階段來說 去到22,646點的時候 我們見到內銀股 又或者是不同的一些中資股板塊 仍然都是帶動大市的氣氛 我相信如果投資者以往在較為低的位置買 之所以我們見到 我説目標的指數點 大概是22,800點的水平 其實距離現階段的指數 其實就不是差太遠 我説投資者開始要部署一下 究竟會不會在年底前先行進一個減榜 也會鎖定一定的利潤 這個投資策略 接下來都會是一個很明智的選擇 亦都見到本身財政懸崖的問題 會是未來這幾天都會是一個市場的焦點 距離本身的deadline底線 其實就不是剩下很多天 投資者可以留意兩黨的討論初商 會不會在分期上逐步收集 講完廣告方面的表現之後 跟大家跟進一下半日沽空榜方面的走勢 看到主板成交半日是286億多 沽空金額方面是17億多 至於頭四位被沽空最多的股份 分別是第四位的A50 第三位的刑副基金 第二位的中移動和第一位的建行 建行方面的高空額有兩億多 至於佔股份成交方面 就有接近兩成 至於刑副基金方面 先跟Hurry談談這件事 刑副基金剛才提到 港股方面的走勢 依然會慢慢長樓室上升 刑副基金方面 當然李英應該說多些人去看好 為何刑副基金仍然這麼大 我們持續看到刑副基金 都是一個在沽空榜上 亦會不斷地出現 其實我都會覺得刑副基金 在不同的資金進入港股當中 作為一個H股 或者是指數股的對沖對象 這方面令到刑副基金的沽空金額 持續都會見到在榜上有名 如果看回港股後市的去向 我相信資金不是對港股 有一個很負面的看法 特別見到熱錢流入當中 看到隔晚金管局 也會再次沽售港元出來 現階段來說 我覺得這個勢頭會繼續持續 特別見到在不同的 中國的經濟方面 也會逐步回升 令到港股都會有一定的支持 只不過本身指數來說 剛才也說到 距離我自己目標的指數 其實就不是差太遠 現階段的升勢 也會有一定的回吐壓力 投資者如果在投資策略上 我都會建議不要太過高追 亦都說資金的態度來說 就不要那麼蠢蠢 跟進來就是中二棟方面 中二棟現階來說做90.55 你見到拋空額來說都很大 雖然說下年內地方面 仍然都是以3G 又或者廉價手機方面做一個為主 但中二棟方面 依然都是積極去開拓它們的4G市場 你又怎樣看中二棟 為何拋空額又這麼大呢 我們見到中二棟方面 今天也是升到近期的高位 去到90.5這個位置 終於見到九字頭了 亦都見到中二棟股價會否繼續逐級而上 這方面我都會覺得 如果投資者買回這隻股份來說 需要擺來一點點 雖然他們不斷地說的消息 昨天也說到中二棟香港方面 亦都是首次推出他們自己的TDLTE方面的制息 結合本身的FDDLTE制息的話 做到在全港第一個雙貧模式的LTE格局 這方面對於中二棟來說 我相信在香港市場是作為一個試金石 現階段對於內地的市場來說 驚喜或者影響不會太大 特別見到公信部仍然都未發出4G牌照 究竟何時會發出呢 我自己的看法來說 預料在中聯通或中電信方面 仍然是慢慢鋪著4G的網絡 亦未有一些新消息出來的時候 公信部有鑑於 不要令到中二棟有一個獨大的情況的話 其實都會等一會才會出整個4G牌照 這方面如果你看到基本因素來說 中二棟相信在一個憧憬之下 對於股價是會有一個利好的作用 但大升的趨勢不會太多 而且中二棟本身的防守力是多高的時候 對於投資者來說 現階段去到90.5個位置 我就建議不要現階段買入 見到橫行區間的位置大概87元 這個位置作為一個底部 這些價錢我覺得比較抵賣一點 現階段的上升空間 我覺得上升到92.6元就差不多了 現階段的直播率不會那麼高 接著說到半日被拋空最多的股份 就是建行額939元 被拋空金額有兩億多元 建行今天來說連同 中間銀行、工商銀行和農業銀行 都創了52週新高 見到建行方面高見是6.37元 現價正在6.33元 升超過100% 怎麼看這隻建行仍然創了52週新高 我們看到指數推高的時候 內銀股也會不斷地抽上 看回建行這隻股份 不時都會在股空榜看到 但維持看法 我都會看好內銀在這半年的發展 特別看到他們本身的正式差表現 其實也沒有說市場看得那麼差 看回6.33元這個位置 投資者需要留意到 去到大概6.8元這些位置 其實也是先前一年前的一些蟹貨區 我相信現在以建行的升勢來講 去到當中的一些價錢來講 那個沽壓的壓力會比較大一些 現階段來說 投資者可以後低 如果是買入建行的話 我相信在6.1這些位置買入 直播率才會高一點 好,謝謝Hary 這節時間差不多了 剩下就是光榜第四位A50 和A股方面的走勢 下一節繼續跟Hary跟進一下 這節時間差不多 我們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繼續談過